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生口腹之欲 优胜往昔 口腹虽多 但是造业却深 众生 既是以造身杀业 于生灵怨恨之酷吏 牵扰人身 是以医药纵然昌明 可以医治身体之病变 却无法消弭 此以怨力所形成之动力 是以故 众生需铠切忏悔此一杀业 由其心动念之人心 以致实践善举 使此恶业之引动契机得以有效舒缓 尤其有皮肤病症 有者由衣无效 更宜确切发心忏悔 例行人善 庶面由单纯皮肤病演变成因果病 为此 在两千年前 佛陀开了一个方子 从根源上治疗 甚至还能年轻几十岁 有一次 阿纳律尊者带着五百比丘 回到加皮罗魏国盼望族人 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族人们知道 阿纳律尊者来了 全都去拜业 却唯独少了尊者的妹妹 若伊尼 尊者就问族人 若伊尼在哪儿 何以不来看我 一个族人回答说 若伊尼得了皮肤病 身上大部分皮肤溃烂 羞于见人 于是尊者再三叫人 将若伊尼请来 若伊尼只得又惭愧又伤心地 来到尊者面前 看到若伊尼那般模样 尊者不由生起悲悯之心 对他说 你应该做些善事 多行不失 病就会好了 若伊尼说 我能够做什么善事 为十方比丘盖一座凉亭 让比丘们在脱帛途中 有个乘凉休息的处所 怎么盖呢 我没有钱 孙则说 若伊尼 你有很多首饰 现在这些珍贵的首饰 都不适合你穿戴了 可以将那些首饰变卖 大约一万块钱就可以盖了 如果我变卖了那些首饰 有了钱 但是要请谁盖呢 我会请族人过来帮忙盖 我也会在场照料一切 于是 若伊尼将自己所有软戏 珍视变卖 筹得了差不多的钱 尊者就着手请人帮忙 搭盖凉亭 并告诉若伊尼说 我们要盖两层楼的亭子 但第一层完工之后 你必须每天来打扫 并且提供茶水 铺团 供养来来往往的出家 比丘们喝水打坐 若伊尼答应了 在第一层凉亭大概完成之时 若伊尼果真每天一大早起来 烧开水 然后送到凉亭 又准备了些葡团 让比丘们打坐休息 每天将亭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让人看了就喜欢喜心 喜欢进来 乘凉坐坐 这样 来来往往经过凉亭的比丘们 能够及时解渴休息 打坐调心 大家都连连赞叹 若伊尼这种不失功德 若伊尼听了心里 也颇感欣慰 不再每天自怨自爱 也不怕被人指指点点 很坦然地面对他人和自己 这样的平常心 欢喜心和慈悲心 让身体里的善的 静的能量 战胜了恶的 慧的能量 加上每天烧开水 打扫 身体不停地运动 促进了血液循环 整个身心有了良好的转变 他的皮肤病 如疏通的河道一般 好些溃烂的地方 都慢慢愈合了 到第二层完工之后 尊者告诉若伊尼 要将整座良亭 供养佛陀 并请他准备饭菜 邀请佛陀及比丘们 前来受供 饭后 佛陀伊利开释 问道 这是谁供养的良亭 阿纳律尊者回答道 师尊 这是我的妹妹 如疑尼 供养师尊的 去请她来吧 师尊慈祥地说 如疑尼礼拜佛陀之后 深恐皮肤上的臭味 冒堵了佛陀 就离佛陀远远地坐下 佛陀问道 若伊尼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得 这种的皮肤病吗 师尊 我不知道 请师尊 慈悲开释 若伊尼 因为你有称恨 嫉妒 讨厌的心 所以皮肤溃烂至此 我为什么 事情愤怒 嫉妒呢 佛陀于是开释大众 有关若伊尼 前世的故事 以前 波罗奈王的王宫 有位长得非常漂亮 又能歌善舞的宫女 波罗奈王非常喜欢她 王后深恐 国王会因此冷落了自己 基于争宠之心 她就想出一个非常 歹毒的计谋 用粉末药物 把其他女子的容貌毁掉 这一天 王后先把这位宫女招到宫里 再令人暗地理到宫女的房间 在她床上 和平日所穿的衣服上 撒满了养植物的花粉 而宫女在 王后宫里 完全不知情 王后假装与宫女玩得很开心 开玩笑地将花粉 撒向宫女身上 宫女的皮肤立刻起了红点 又肿又痒 宫女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也痒 换上自己的新衣服也痒 身上的花粉越来越多 痛苦万分 而如今果报还身 一个人不能有嫉妒和称恨的心 否则会为身体带来很多痛苦和烦恼 佛陀说完 宋记言 舍去于愤怒 除灭于我慢 解脱一切负 不知著名色 比无遗物者 苦不能相随 意思就是说 众生需要斩断所结负 才能脱离轮回之苦 二 忏悔疗病 人的病除了外在的病以外 绝大多数是心病 生气上火 气血不顺 百病由此而生 心里有执着 不改变自己的秉性 反映到身体上 就是不治之症 还有的病是由于自己丢失了天理良心 丧失了天良 做了很多不合天良的事 导致内血引入外血 久之积累而成病 脾气秉性是万恶的根子 怒恨 怨恼 烦 这些脾气 是导致人体疾病发作的重要原因 忏悔自己发过的脾气 是疾病疗愈的重要方法 有一次 一位女居士 因杀生造成疾病 请老师给讲病 老师说 你的疾病跟你杀生的罪业有关系 你去忏悔吧 他问老师 是拜大悲 颤好 还是黄粮宝颤好呢 老师问他 我现在毁去你的容貌 要向你忏悔 我是拜大悲颤好 还是黄粮宝颤好呢 他摇头 无论你拜多少不惊 我也不会原谅你 老师告诉他 己不所欲 勿施于人 既然你自己都不能接受 如何让来 找你了业的疾病菩萨们接受呢 他哑口无言 有人也许会说 我以前生病 拜大悲颤 拜好了呀 告诉各位 拜大悲颤确实有效果 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才导致这个病或者那个灾 那么 你纵然拜颤拜好了疾病 以后还是要反弹的 真正的忏悔是 一事一忏 事先已经树立好 善恶对错的是非观念 然后 一事一忏悔 一 知错 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做错了 错在哪里了 这个叫知错 二 认错 你要认识到是你错了 承认自己的不对 让受你伤害的人消气 你要悔过 认错 但并不是说 你道歉 对方就一定会原谅你 有时候道歉需要很多次的 忏悔分两种 一种是受害人知道的 能找到受害人的 最好找到这个人当面忏悔 找不到受害人的 可以向你最为信仰的人 神或菩萨或祖宗忏悔 请求加持 帮你调解 这些可以当众忏悔 发怒忏悔 要忏悔到什么程度呢 你想起当初的那件事 那个人心生喜悦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负面情绪 或者干脆想不起来了 这样事情也就了结了 还有一种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恨过人家 人家并不知道 你就不必说出来 忏悔的时候 在佛菩萨面前忏悔即可 真忏悔 一定是后不再造 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忏悔过后 该还的债是要还的 补救就是额外的付出 你可以用善功德回向 也可以有其他的弥补方式 对于那些你怨恨的人 生起感恩 这样才是真正的认错 比如你曾经顶创父母了 应该怎么忏悔呢 首先你要想明白 为什么不能顶创父母 百善孝为先 养育之恩 无以为报 那么你知道自己顶创父母不对了 就要给父母道歉 并磕头 九个或者一百零八个 其次你要知道 一念称心 万劫不复的道理 今生你顶创父母 这正是你生生世世 顶创父母的一个缩影 所以你要向生生世世的父母 磕头九个或者一百零八个 再次 你既然顶创父母 具有这个坏习惯 你也会顶撞长辈 师长 因此在佛前 向生生世世的长辈 师长忏悔道歉 顶撞的恶业 磕头九个或一百零八个 最后要发愿 永远怀着感恩的心 面对一切父母 长辈 师长 尊敬他们 孝顺他们 这样 丁庄父母的恶业 才算彻底没了 总而言之 生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不去忏悔 我们必须根除其因果 癥结所在 加以化解 并且发大诚心 力行忏悔 存人行善 只能有效加以 舒缓此一恶业 若是继续恶化 将进而损及生命 一旦恶业得以 斩缓恶化 既能加以补救 所以 一定要忏悔 怀善念 行善举 必得福报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